看这个 每次当客户发生需求变更的时候 你一定要当一方面 他的变更给你 他如果是打电话给你的 你最好去找他要一个 纸质档的东西 或者叫他发个邮件给你 有一个凭证 记住商务行为 我们一定要注意凭证 特别是不在一个公司内的时候 第二 你把你的需求变更 做成这样一个表格 把他的需求变更内容写上 去找客户签字 找变更人签字 双方项目经理负责人签字 把它打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这样一个模板 而且我们看 我们在 项目好像说什么东西 代码行数 这是用工具自动统计的 我们每一个文件里头 代码行数 这个大家下来也可以做 这样子 平均每个成员 程序员的代码量为两万行 总代码是十一万八千 这样你说出去 是不是就很专业了 对吧 变更 变更 变更就这么做 而且大家要学 学住 我们在需求分析的时候 你看 我们原始文档 全部都是保留了的 八月十二号的讨论 跟客户的讨论 需求讨论 这些我们全部都是保留了的 邮件的形式 你看没有 参与者是谁 我们全部都保留了的 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不在一个公司内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个内部凭证 非常 就这种客户的 与之间的这种凭证很重要 不完的话 到时候项目 往往遇到什么呢 项目之后做完了 上线了 客户的老板说 哎 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好 其他下面办事里 也都跑 跳出来了 说 哎 老板就是不一样 而且我们用钱 还特别不好用 根本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嘛 那你哭了 你们老板说 你们瞎写吗 然后你就告诉他 来看 这几个需求文档 客户签了这二个 你拿去告诉他 这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需求管理 资源变更管理 资源管理 就人员管理 和和物件管理 以及我们的资源变更管理 这些都要有记录 但我们在那个过程中 人员 我们这边人员 没有发生什么变更 那么环境工作流 就是我们工具的分享 和我们的这些内容 这里我 所以说 这里头 我基本上 我要讲的就这些 但大家要记住 万变不离其宗 实际上 大家在做 如果实际的过程中 你要发现 你是不断的 可以去重构 你的设计 同时 我们也可以不断的 去重构 我们的管理模型 对不对 可能我每个项目 做下来 我的管理 都会更进一步 这才是真正的好的 所以 我们要不断的 去突破 去创新 而且我们还要 不断的去学习 这条路 真的是学无止境 你走不到尽头的 包括我自己 现在都还在学习 包括 整个软件 工程领域 到现在 都没有说 有一套 放之天下 而皆准的标准 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 整个这个领域 都还在发展 发展了几十年了 都还 可能才刚 可能 才刚刚过了 初级阶段 所以 大家在这方面 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就跟我们的 设计模式一样 最后是要 无招胜有招 管理也是这样 按需 一定是按照需求来的 设计模式 最后我们也是 学完了 二十三种设计模式之后 全部给我忘掉 全部给我忘掉 最后我们要做的 就是什么呢 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该怎么用 就怎么用 自然而然就来了 就好像 我们管理也是这样 就好像 当时我创建 这个StandMeeting 过了很多年 过了两年 我开始抽空 去学了一下 Squam 就那个敏捷开发 像比较流行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里头 居然也有一个 站立回忆 连名字都 起的跟我差不多 而且形式 跟我也差不多 我当时是定的是 十到十五分钟 它干脆就 直接定了十五分钟 我在想 那你说 谁抄谁的呢 我发誓 那时候 我真的还不知道 有个Squam 这个东西 那难道是 他抄我的 不对呀 那是个老外设计的 看不懂中文的 对吧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因为 那个老外 他其实是 基于什么呢 基于RUP的模型 去拓展 在他实际的经验 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套模式 这套模式 他认为更敏捷 更好 他就写成书把推广 Squam 其实也有一套模式 但是我没写成书 特别是我就算写成书 在中国也不好推广 除非我写成英文的 不然 可能我也自创了 我的这套模式 也能在全世界范围内 流传开来 可能 至少我看一下 Squam那套模式 其实没定义 啥东西 没定义啥东西 所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 我们千万 就是我们要有模式 但是不要受这种 框框条款的 这个限制 好 那么 那么 包括 我说了 我们后面的 有一个Android项目 也是基于 这些流程过来的 Android Talk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这是它的一个界面原型 这个项目就是语音控制 语音识别的这样一个软件 好像以前也给大家看过 对吧 MainActivity 这个软件 好像给大家去讲过的 点这个就控制 点这朗读文件 自定命令和帮助 这项目 我带着几个人做的 也是 有设计 看没有 有我们的 部署 发布 版本 有我们的需求 需求的时候 也有界面原型 这个就是有界面原型的 然后 需求完了过 还有一个需求成文 看这个需求文档 我们也是用 StarUML 画了UML的 那么 也有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 就是我们 Eclipse里面的 几个 Java项目 这个原代码 到时候有空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 大家不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只有一个 Android Project 我这两个都是 普通的Java Project 都是普通Java Project 这是Android Test Project 同样的 我们有技术预言 你看 AIDL 什么的 Android Core 各种Demo 这是我们做的 技术预言 所以 以我的经验来说 如果你的开发经验 少于五年 很多时候 你去做的 新项目 一般技术预言点 都在 都在五到十个的 这个样子 所以 你看 我们每做一个项目 都会多学几个技术点 测试 也有个Bug List 当然这个项目 比较简单 这个项目 总共才做了一周 总共才做了一周 但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五脏俱全 大家有兴趣的 想了解这个项目的 可以自己先到这里来下一下 我把这个项目免费的公布到 作为一个学习项目 给它公布在EOE里边了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项目 一个帖子 就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是我画的一个 对这个项目分析的一个 思维导图 这是它的 部分的一些图 这个项目的一些特点 这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去搜 在EOE上面去搜 这个什么Sundi系列 这些关键槽就行了 OK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算是抛砖一遇 不是一个很 很细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慢慢讲 要讲的内容太多了 对不对 每个模板 我再细细的给大家讲 我bug list的这个 我log模板 为什么这样的来设计 所以真正要弄的话 我到时候会提供一套 模板给大家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项目里头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会领着大家去走一遍 当然 可能你现在 在听了这些课程过后 如果对你有思考 有触动 那你可能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尝试 在你的项目里面 去做这些事情 力图让自己 professional 专业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对软件工程管理的一个概述 以后有兴趣 大家肯定你要自己下来去看一些书 包括什么 人月神话呀 人月神话呀 什么代码之美呀 这些都是著名的软件工程 但是我个人推荐 其实你看书 还不如看最经典的两本 好像是80年代写的 一本叫PSP 叫个人软件过程 personal software 那个proxy 一本叫tsp 团队 软件过程 这个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 这里面的这两本书是最精华的 我个人认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基于他们 你要愿意你再去找一个 rrap的这个 好像有一个叫rap实践模型吗 还是叫最佳实践 实践模型 反正跟实践有关的 还写的不错 还有一本叫什么呢 想去看square的 scrum scrum 也可以去搜一些 跟scrum相关的一些书 我想起来了 我还我专门搜藏了一个链接给大家 五妖雷锋 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专门把软件工程这块 五妖雷锋上有一个帖子 在这下电子书不错 专门有个帖子 把软件工程书都掠到这了 你们自己去下 但是这个下要要付他的那个虚拟币啊 设计模式的 软件工程的代码大权 软件工程思想 敏捷开发 你看tdd tdd是测试驱动 我今天简单的提了一下对不对 编程之道 这个叫RUP最佳实践 还有持续集成 还有需求分析的 还有项目管理的 人月神话和人件 这些书 这些书还行 但是可操作性不是很强 配置管理的 svn的 uml本身的 uml的 这个就是我要提供给大家的 一个列表 居然没有psp和tsp啊 还有这本书也不错 rational统一过程 引论 就是结合他的工具 这套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基于RUP IBM有 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有自己的一套理解 所以他们诞生了 rational这一系列工具 明白吧 我是没那个团队 你要给我1000人 我也真敢按照我的模式理论 去开发一系列的工具 这样是不是更好 对不对 OK 就这样的 大家把这个地址记一下 重点是后面这个地址 去记一下 回去给我输入一下 就可以了 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把输入也给大家推荐了 希望这门课 大家不会听到云里无里 也希望能对你们有一些触动 不明白的 到周末答疑再问我 好 那我们课程就讲到这里 下次课程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需求分析阶段了 进入到我们的需求分析阶段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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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